新劇暗夜守護者下星期一晚9時半首播 一眾演員這日現身商場宣傳 大玩遊戲兼向台下粉絲派禮物 主角之一的陳展鵬 因為身在內地工作而缺席 但是他都有透過視像連線參與宣傳 就穿了一個故事 應該會大約在15、16集左右 15、16集左右我們會穿了 我們以前曾經相識的那個人物關係 所有東西給觀眾 所以這次其實雖然是一個警費的包裝 但是橋段和所有東西都是很新鮮的 希望觀眾都會喜歡這一類型的題材 Zin Pan帶老婆市民遊和女女小豬比不上開工 打算有多些時間陪家人 誰知阿雷都是喜歡黏著媽媽多些 Zin Pan日前在社交平台 還推出一段被女女無事的生活片 小豬比哭著叫媽媽 完全沒有理會過自己 令Zin Pan非常無奈 雖然Zin Pan有福自己知 但眼見拍檔一家人在一起 響天淪落 就令陳偉相當羨慕 自己去賺錢那麼開心 宣傳就留給我們做 我們真的很少男生 只有我兒子和余文傑在這裡 陰性陽衰 大家不喜歡的 喜歡看男生的 有沒有快點召喚她回來 當然要回來 你份人工包了要宣傳 你不可以不做 她有沒有常常口中提起太太和小豬比 她不會特意提的 但她在營營之後的時間 發意燈出來 不是 她永遠都是拿著電話 和自己的小豬比在這裡對話 我們大家都很懂得做 走開一遍你自己慢慢聊吧 說回占拼 韋哥還有余文傑 這個組合有十幾年沒有合作過 韋哥都說大家默契依舊 演技還成熟了不少 但是不用說了 我在她身上學很多東西 很專業 和她很敬業 她的劇本 她也是 我們在現場的時候 對的時候 她都給了很多很多的意見出來 我也很感激她的意見 都很啟發到我的演繹 演繹的時候的做法 所以這些互動 我們大家雖然認識很久 或者是之前都其實有很多的合作 但是那種默契 我們在這部電影裡 真是談判 大家把心交出來 給電影去完成這件事 所以很好 現實中 玉有一個五歲大兒子的陳敏芝 演繹芝的角色 對她來說應該解輕就熟 但這次和江家敏飾演兩母女 敏芝第一次有個這麼大年紀的 哎呀呀女 她就覺得很有新鮮感 因為戲裡面 我在十六、七歲生育 其實都是未成年 都是一些貪玩的年紀 這次都是挺大挑戰的 因為開始知道的時候 我只是怕觀眾覺得不像 但是我後來也不去 十幾歲就可以生到這麼大的女兒 好像姐姐沒有 是的 我們的關係不是很傳統的 那種媽媽和女兒 我們的關係像是 我是姐姐 然後我和我妹妹 就是她就是暗沉我 是的 是這個關係 所以都挺開心